有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坤 又开始了新一季的奔跑吧录制 心情如何 每次来就跟放假一样玩 很开心见到大家 我跑到 我腿都酸了 或者是腿很酸 整个人都很酸 全身上下都很酸 体力和精神的这种 精神上的这种 对我们导演组对我们的折磨 对于之后节目录制 有什么好的建议提给节目组吗 提意见的话 我觉得就是把摇屁梯开了 我来当屁梯 我会给大家设计一个特别舒服的沙发 每个人就躺在那睡 把这一期给录完 其实大体上来讲没有变 但是这次因为弟弟妹妹们回来了 所以我的话可能就不再是忙内了 我可能更多的是承担起一个 就是欺负别人的这样的角色 就之前是别人欺负我 因为我也不懂规则一开始 所以现在来两个更好欺负 我就欺负他们 也没有了 开玩笑 其实我是 我会选择就是跟他们一块 然后去欺负其他的MC 几位MC之间有诞生出什么新的组合吗 这一季 因为个人战比较多 所以大家都不太团结 其实每一个MC之间都有 都可以变成一个组合 大家一起是一个组合 然后你跟谁在一块搭档 谁就是一个组合 都可以 觉得跑男团成员中套路最深的是谁 其实我这一季套路还蛮深的 你觉得真的是坤吧 坤这一季是影帝啊 我觉得小蔡同学 现在已经是龙灯影帝了 我自己心里是有数的 这一季就是全程演 因为我了解他们的风格了 不会给他们太多的信任 乔哥吧 他上次录那个宣传片说什么 自己又帅 跑又快 虽然我跑得快 长得也挺帅 但是对节目的贡献还是有限的 我就真的笑的不行 因为只有他的那个话 我觉得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你知道吗 特别特别的符合他的那个气质 乔哥的智商天花板是谁 智商天花板 贝比姐吧 贝比姐智商一般都在线 成员中的生徒杀手是谁 生徒杀手 哎 杀艺吧 老杀 生徒杀手 代言好杀手 有看到粉丝拍的你俩同框图吗 我看到了 我特别的关注他 有没有嘱咐一下杀艺老师 注意表情管理 没有 他不需要了 成员中的表情包大户是谁 我现在应该算 算表情包大户了 就是自从那个床单那个被刷屏了 每个人都说你咋了 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到底练没练过 就是都是这样 三辈子有什么诀窍吗 没有诀窍 只是一种天赋 如果自己开公司 需要聘用跑男团的成员 你会聘用谁 干什么职务 不适合 我是不是太直接了 没有没有 大家还是一块玩游戏吧 工作就不要老见了 平常见的这么多 太平凡了 最想体验跑男团成员中 谁的一天 最想体验老杀的一天吧 因为他有两个可爱的小孩 因为我特别喜欢小孩 跟他们小孩可以一块玩一天 他们有老发视频给我 最喜欢坤哥哥了 什么就这种撒娇 小鱼二和安吉 谁会比较嘴甜一点 我觉得越小的越甜一点 用一首歌来形容跑男团成员间的感情 用一首歌吗 哈哈 好问题 迷啊 那就是个迷 你们的迷 留给我解开 MV导演 音乐制作人 歌手等不同身份的切换 对于你来说 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就是 让大家看到你的不同面吧 可能做音乐的时候 相对我会严肃一点 因为我在工作中 是一个比较 较真认真的这样一个人 但是你说 平常跟大家在一块玩的时候 那就是 随便 那么做MV导演时候的你呢 哦 那我会说 对 就是你这个 所有的调度也好 所有的继位 所有的 搭的搭出来的景 怎么样 我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人 最后再来推荐一下奔跑吧 这档节目吧 一定要看跑男 因为我们是个谜